想問一下最後的決議是會不會浪 那浪的是交通委員會嗎 我們再次的表達 全世界的國會 都是必須要過半 才有實質的影響力 即便是內閣國家 也是由國會過半數 才能掌握政權 那今天 中央執政的是民進黨 而我們是在野黨 而今天在立法院 固然國民黨是多數黨 但並不是實質過半的 這樣的一個絕對的一個 絕對的一個 能夠主宰立法院的 過半數的大黨 所以在野黨的整合 結合所得力量來制衡 強大又壓霸的民進黨 這個是監督的一個天職 我想今天國民黨 已經釋出高度的善意 也在黨團做成決議 跟民眾黨不管是在 法案 召委 以及委員會各方面的合作 我們都會展開雙倍 那民眾黨非常的客氣 不斷的表達 兩戰的法案大家一起來推 也有高度的誠意大家來合作 那對於黨團對黨團 溝通的部分到現在為止 民眾黨團非常的客氣 並沒有提出任何委員會 遭委的人選 希望在第一個會期 能夠來就任 好 所以到今天為止 我們都沒有收到相關的訊息 那民眾黨沒有跟你們表達 他們遭委的人選的話 是代表我們就投自己 我們八個委員會就投資 今天要再一次的表達 因為國民黨本來就有備案 就是八個委員會共同來支持 自己的找委人選 在意在的這樣的雙方都有善意 但是民眾黨非常客氣 並沒有超過黨團對黨團 這個直接來推舉人選 我想在這個會期 我們可以合作的方式也非常的多 我們會在法案以及委員會 以及各個方方面面 我們雙方還是會緊密的合作 我想我們會持續的 把合作的路走下去 也希望大家給我們更多支持的力量 讓我們一起來制衡監督 民進黨這個執政黨 讓台灣能夠開大門走大陸